周震涛与前妻张晓慧所生的女儿周嘉勤 5月14日母亲节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视频 在视频中她直接填喊范姜为我妈妈 并透露范姜对熊猫有一种疯狂的痴迷 每天都给她发熊猫视频 但她没有办法送真正的熊猫 所以在这个母亲节她给对方买了熊猫饰品 事实上每年的母亲节钟嘉勤都不会忘记 去年她在社交网上连续6张与范姜的合影 并留言表白了对方 大前年的母亲节她更是一口气公开了22张照片 为范姜庆祝节日 她还留言感激后妈的不离不弃 让她拥有完整的家 然而相较于她对范姜的孝顺 母亲节当天钟嘉勤则坐在后妈的身边 把头发剪短的她 侧着身体一脸的期待 桌上摆了一个精致的小蛋糕 上面写着母亲节快乐 旁边还放着一个白色包装的礼物 这便是钟嘉勤为后妈精心准备的礼物 然而她对张晓慧的感情可谓十分的疏离 多年来都不愿提起对方 似乎一直无法放下对生母的心结 张晓慧到底做了什么 会让亲生女儿都对她没有好感 而她一次次复婚 请求钟振涛又为什么会坚决的拒绝呢 1973年钟振涛在酒吧 她与谭永林 陈友 彭靖心 叶志强组建温拿乐队 在经理人的撮合之下 钟振涛加入乐队并担任主唱 号称温拿五虎 1974年至1977年 温拿乐队发行了多张专辑 并出演电影《温拿与教书》 成为香港第一代超级偶像 乐团地位仅次于徐冠杰 温拿乐队也成为了香港70年代的符号 1978年 温拿乐队宣布 因为年龄和个人的发展不均衡等原因 暂时解赞 乐队成员做个人发展 并相约每五年再聚一次发行一张大碟 1978年 赴台湾与林凤娇合作主演首部电影《小城故事》 自然的演技 亲和的形象受瞩目 影片获得第1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 在台发展的四五年间拍了近30多部文艺片 在1988年 35岁的钟振涛就以温拿乐队主唱的身份 获得香港乐团的至高荣誉金基奖 经过十余年的奋斗 钟振涛已经身价上亿 是圈子里的富豪男星 然而风光无数的钟振涛 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因为娶妻而变得负债累累 差点被人追债打死 钟振涛去往加拿大开演唱会 自小被父母宠着长大的张小慧带着妹妹去观看 中途张小慧一眼看上钟振涛 于是在演唱会结束之后 他便追着钟振涛要个联系方式 钟振涛看着长相明媚的张小慧 对他是一见钟情 然而这场缘分对钟振涛而言 不知是结是性 两人才相识不到一周 便火速成为恋人 钟振涛在离开加拿大时 被张小慧带到家里去见自己的父母 张小慧的父亲见到钟振涛之后 对他的性格很满意 但问到他家里有多少钱时 钟振涛很自信地说有上亿的身价 不行你根本养不起我女儿 你们还是分手吧 钟振涛听到未来岳父的话尴尬不已 他说自己一定会努力赚钱养活张小慧 张小慧父亲见到钟振涛的坚持 一脸的不满 他又开口 我让你别娶她是为你好 以后被我女儿搞得倾家荡产 别来找我 钟振涛以为对方是看不起自己的家事 依旧坚持要和张小慧结婚 事实证明未来岳父的不支持是为了他好 1988年张小慧和钟振涛相识 一年便火速卖入婚姻中 花了300万的港币 办了一场梦幻的王子与公主的婚礼 岳父害怕钟振涛养不活女儿 还给了数亿现金作为陪价 这让钟振涛有些不满 认为岳父太小看自己了 事实证明不是岳父太小看他 而是他小看了张小慧 设计婚礼热恋期后 却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婚后张小慧花钱如流水的败家作风 开始显现 他的衣服很多是在国外的定制款 定制款是价格不菲的 而且衣服出席完一次活动就不能再穿了 很多名牌鞋子衣服堆积如衫 光鞋子就有上千双 鞋子数量可以和菲律宾总统夫人比美 剩下一儿一女之后 张小慧就直接开口问 钟振涛要钱一次都是上百万 而他用了不到两年就全部给花光了 钟振涛有些埋怨张小慧 但还是把自己的卡给了对方 后来岳父见到钟振涛实在是养不活女儿 又给了两人一些资产 可张小慧确实不是一个省油的女人 只要看上的化妆品 奢侈包包 衣服都是一车车的往小别墅里送 别墅里整个三楼的房间堆积的 都是张小慧的衣服和背包 花钱大手大脚的张小慧 根本不懂得节约是什么 只要钟振涛不给钱 他就大哭大闹 无奈之下 钟振涛只好从别的地方去赚钱 于是他拿出不少的积蓄投资房地产 可没想到因为遇到金融风暴 钟振涛的钱都赔光了 张小慧见到钟振涛没有钱 就整天对他怒骂 家里闹得是鸡飞狗跳 后来张小慧还借着他的名义 去欠下不少的债款 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香港 钟振涛瞬间变得一无所有 并背负了2.5亿的天价债务 他们无法偿还债务 玉太星没收了两人名下 5栋豪宅做抵押 那一刻钟振涛才明白 张小慧的父亲真的是为他好 看着钟振涛没钱给自己张小慧 就立即去找了一个新欢 有一次钟振涛去接张小慧时 正巧遇到对方和另外一个富豪 亲亲我我 钟振涛一气之下打了张小慧 他转身就提出离婚 那段时间钟振涛只要听到张小慧这个名字 浑身都是颤抖的 他的内心之中一片迷茫 不明白世间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女人 那么快地放弃婚姻 又抛弃自己生下的儿女 她还是人吗 张小慧离婚之后 很快就和一个富豪再婚了 这次张小慧的父亲一样地劝解对方 不要娶自己的女儿 但富豪却贪恋张小慧的美貌 对她情深四海 无顾所有人的反对 娶她回家 婚后富豪就把自己的信用卡给到了张小慧 让她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得到丈夫的许可 张小慧的作风又回到往昔 看上什么就买什么 最厉害的一次是看到奢侈品 出了几十款新包 她一口气全部买下 花了将近千万金去 富豪知道之后虽然很生气 但还是没有责怪她 可再大的家底也熬不住这样的开支 没几年张小慧又把富豪给败光了 两个前夫都从富豪变成富豪 不得不说父母对她的教育确实有一定的问题 张小慧离开富豪之后 回到自己家里生活 父亲看不惯她大手大脚花钱 把她赶出门 让她自食其力 无奈之下 张小慧只好又把目光放在了前夫钟振涛的身上 只是此时的钟振涛已经有戏爱的女人 不可能跟她复婚 在钟振涛的人生跌入低谷时 一束光照亮了她 这束光便是范江 1996年钟振涛与范江素贞相识 在钟振涛最低潮的时期 范江一直守护在她身边 为了她放弃了在台的工作 来到香港做她的助手 陪着钟振涛从一处破产而收走的豪宅搬到另外一处 最后搬到了破旧的出租屋 过着有时甚至会吃不饱的日子 陪着她一起过被人白眼和奚落的日子 同时她自己也开了明星二手服装店 帮钟振涛还债 钟振涛从明星朋友那里收衣服 范江拿到店里去卖 就这样两人同心协力熬过了四年破产的艰苦生涯 在钟振涛分手之后 帮她带张晓慧生的两个孩子 那时儿子才八岁 女儿才三岁 儿子因为一直生活在家庭的动荡里 当时性格偏激 对范江很排斥 有时甚至会咬她 范江就一点一点用爱 悉心的照顾化解了敌事 把他们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 去爱和照顾去教养 最后一对儿女对她相当的依赖 有什么事情不会对爸爸说 却会和范江讲 经过两人的努力 钟振涛终于还清了欠款 过上了平稳的生活 在妻女和妻子的支持之下 一家四口住在一起 一年之后家里添了一个小成员 范江生下了一个女儿 眼看着这个家越来越美好 前妻张晓慧却出现了 她找到钟振涛 想要提出看看孩子 可惜儿子和女儿都不正眼瞧她 只喊范江为妈妈 张晓慧怒火横生 指责钟振涛 怎么可以转头就娶其他女人回家 她找到自己的妹妹 一起商量如何去对付范江 妹妹张晓婉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她直接去公寓里围堵范江 见到她就给了她一巴掌 随后又开记者会表示 范江虐待自己的侄女侄子 范江挨了打 还要被人非议 心情很不好 在家里偷偷落泪 舆论一浪接着一浪的来 范江也不知道如何去成亲 妻女看到后妈销售了许多 对亲生母亲的做法感到不耻 她问爸爸当初为什么能够看上妈妈 是不是瞎了眼 女儿的公开发言 让张晓慧的指责成为了一场笑话 与此同时 妓女又发言表示 张晓慧从未照顾过她 如果不是她来找我们 她都不知道张晓慧是谁 这一番话让外界大开眼界 原来世界上还真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人 妓子妓女和丈夫都站在范江的身边 张晓慧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再也不敢找他们的麻烦了 或许张晓慧对钟振涛做的事情 她此生都不会忘记 幸运的是钟振涛能够遇到范江 治愈了她所有的伤痛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